10月被視為傳統股災月 因為過去三次的大股災 都剛好在10月發生 那到底今年的10月 又會不會出現股災呢? 雖然近日環球不明朗因素陸續浮現 除了德銀危機 以及英國公布脫歐具體時間表之外 美國加息預期再度升溫 聯邦利率期貨顯示 12月加息的機會 由大約兩個星期前的50% 增加到現在最新的62% 不過從傳統表現所見 過去10年的10月 港股有9年都錄得升幅 只有2008年 因為金融海嘯而錄得跌幅 恆指和國指在過去10年的10月 平均變幅分別是3.61%和5.36% 專家亦都相信 今個月出現股災的可能性相當低 奉承金融資產管理董事王國英就認為 現時的投資者又太多憂慮 股災難以形成 至於德銀危機 最終影響預計不大 英國只是公布脫歐的時間表 而英鎊下跌對英國股市也有利 認為9月股市多次被嚇折 但港股都沒有大跌 所以相信10月升市的機會會較高 新鴻基金融財富管理策略施溫傑就認為 從股值和環球經濟等等的指標來看 股災的條件還未形成 但10月首兩個星期的波幅 受到外圍因素影響 波動會較為大 但預計下半個月會轉好 不過由於未能夠收復失地 因此10月跌市的機會仍然較高 至於1987年 1997年 以及2008年10月 本港都出現大型股災 那明年發生股災的機會又大不大呢? 王國英就指 現在新舊經濟交替 科技股支撐大市 港股有騰訊 美國有蘋果 微軟 Google這些市值大的科技股 股市跌也有個譜 他又認為 現在投資者已經減少高槓桿式的炒股 股市興奮度大減 除非投資者心態有轉變 股市升度很離譜 好 如果不是 未來20年 沒有股災也不出奇